今天探店啊 今天这台车小鹏的Mona M03啊 这台车呢 是小鹏与滴滴共同开发的 但是这台车给你的第一点感觉 首先就是排除这是一台网约车 对吧 因为它的外观确实足够的年轻 足够的时尚了 召价呢 11.98万到15.98万啊 我甚至会认为这台车啊 很有可能会成为很多年轻人的 第一台的新能源车啊 因为你像在目前这个级别啊 卖的比较好的车啊 像比亚迪的琴 或者是广汽的I&S啊 这辆换车 他们的定位我觉得有点过于成熟了 开起来反倒是有一种网约车的感觉啊 这台Moda M03的出现呢 刚好是弥补了这个级别当中的一个空区啊 你从这台车啊 上市当晚啊 大定量及超过一万台的 这种一个表现上 就能感觉到 它的整个产品的定位 还是十分清晰跟准确 在外观方面呢 我觉得这台车可以给一个好评啊 它应该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青睐 然后在细节方面呢 你会发现 它采用这种T字形的大灯啊 然后整个镶嵌在它这个比较圆润的前脸上 协调性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台车 我觉得它外观设计好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没有用很多啊 对吧 特别用力的一些 特别抓取人眼球的一些设计 反而整体是一种比较简约的高级感 然后在细节方面啊 它其实采用的主动式的进气核栓 那么打开以后 可以增强整个电机的散热效应 然后关闭时就是这种状态了 配合它整个非常圆润的这种线条 非常流畅的线条 以及它的溜背造型 可以更好地优化它的整个风阻系数 然后这台车的风阻系数 也是可以达到0.194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然后全新呢 都是标配18寸的破风的轮毂啊 但是可以选装19寸的运动轮毂 那么这台展车呢 就是选装了19寸的运动轮毂的样式 然后在内饰设计方面啊 它采用的是与特斯拉同样的这种简约的理念 取消了整个仪表盘 然后把所有的信息啊 全部都集中在这样一块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上 那么这种设计理念呢 则是要考验整个中控屏的整个车机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以及它的反应程度了 因为一旦出现像是卡顿或者是黑屏 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后果 因此这台车呢 它的整个车机系统搭载的芯片是高通骁龙的8155P的车规级芯片 另外运行内存则是16GP 然后再加上小鹏全站自研的这样一套车机系统啊 我觉得它在稳定性以及整个反应程度方面啊 是有所保证的 然后这块屏幕啊 能实现的功能还是很全的 像全景景象3D感知渲染的地图 四音区的语音识别 支持20秒的连续对话 最为关键的是增加了年轻人比较爱整活的功能啊 像是电子牧鱼啊 这种互动性的功能 另外这台车呢 其实推出了相当多的周边配件啊 像是液晶仪表盘 你如果十分需要的话 599在小鹏官方商城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在具体的配置方面啊 这台车算是做到了啊 科技平权 因为全系的整个车机系统全部都是标配啊 它的整个算力能力也都是统一的 然后你像是R2节的驾驶辅助全系标配 12项的主动安全全系标配 然后入门款的11.98万啊 那款配置我觉得已经非常齐全了 满足日常用车需求 已经完全足够了 但如果再增加1万块呢 你会获得像座椅的通风加热 内饰的氛围灯以及续航 从515公里增长到620公里的这样一个提升啊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如果再增加2.6万 你则是可以获得小鹏的完整的一套的自驾系统了 这台车啊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 其实是非常高的啊 对吧 非常的时尚 也非常的实用 另外具备一定的科技感 还具备好玩性啊 但是这台车并非是一台主打运动的车型啊 电机前置 加上前驱 另外后轮用的是扭力粮食的非独立悬挂 也都意味着这台车走的是一个科技感实用的这样一个路线 这并非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啊 因为你像这台车11.98万的入门款的配置 已经是非常齐全了 然后顶配15万的那台车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完整的自驾系统了 因此在我看来 这台车在同级别当中的竞争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